这里是金秋里的圆明园 在这里可以看见历史 但今天不谈历史 只来赏秋 这里是圆明园的南门 也是启春园的入口 来南门交通很方便 地铁直达 不过没有从南门进 而是选择了从他旁边的郑爵寺进去 这是郑爵寺的山门 乾隆提笔的字 郑爵寺是个喇嘛庙 并不属于圆明三园 所以在火烧圆明园的浩劫中 他也幸免于难 来郑爵寺 主要是看这里的圆明园马首 郑爵寺里有好几个建筑 分别有不同的展览 这是三圣殿里 海燕堂的复原模型 也是十二生肖 瘦手的盆泉 出了三圣殿 就是文书亭 里面就是展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 我再来 你会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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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 根总是 你会论一下 你的手 你会论一下 一路 这路 你会论一下 你会论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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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